飞夷大会有多拉垮 飞夷相声大会有多拉垮 杭州美景盖是无双 那西湖安 齐花那个乙草是四季清香 那春游苏蹄花红柳绿下山 荷花布满了池塘 一段太平歌词白石传 李金头唱的脱枪走版无调无怨 就连苏迪都能唱成苏蹄 这让苏氏他老人家听了都要坐起来打人 而不知是巧合还是老郭故意 这边飞夷大会2月12日刚刚落寞 那边2月13日的德云社相声大会上 老郭就带着太平歌词老艺术家张云雷 也来了一段白蛇传 杭州美景盾是无独生 王岂昏浪 其花一草 这些的幸福 方方对比 一个是试听盛宴 一个却是折磨耳朵 但有人却说老郭唱的不叫太平歌词 只能叫做二人传 还有人说 斗书唱的是侯宝林大师版本 真正的太平歌词本就不好听 那今天就来听听 侯宝林大师到底怎么唱的 那杭州美景盾是无双几乎万 其花一草四季 人还得真听真感受啊 两者比较高下了一件 要不是谭叔找到了侯老爷子的录音 还就真信了这些鬼 非一相声大会上 值得诟病的还不止这一件 震惊 李金斗竟然穿醉衣醉裙上 非一相声大会 绝不能穿白色大褂 说像 绝不能穿红的东西 那是醉衣醉裙 此前为了攻击年轻的德云弟子 李金斗在采访中亲口说过 红色褂子是过去死囚犯才穿的 他的徒弟方金青和江坤 也认证过这个观点 至2月11日的非一相声大会上 李金斗竟然就穿着 他曾经批评过的红大褂出现了 莫非是年纪大了 记性不太好 这班操作 啪啪 而此次相声大会的海报 也透露了不少的信息 原来非一相声大会的海报 早已预示了下一届曲蝎主席 前几届宣传海报 都是以江坤为主 今年却是妥妥的 以冯拱为C位 而且用娱乐圈的话语来说 这位置还是GC 就连三天四场的演出 冯拱也是在最后一场 以大咒结尾 由此看来 曲蝎下届当家人选已经定了 其实曲蝎本就早跟在 22年7月份就举行换届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竟一拖再拖到现在还没换届 李金斗当年为何拒绝 郭德纲的拜师请求 当初郭德纲刚离开天津北漂的时候 为了能尽快站稳脚跟 自然希望找到一位 有名望的师父作为靠山 于是便想到了当时 作为八大相声大师之一的 李金斗先生 可想的容易做起来难 据说当时 因为杨志刚 并不承认郭德纲徒弟的身份 并且不允许郭德纲 顶着他的旗号做事情 所以在得知郭德纲要拜师 李金斗的时候 便悄悄让人带话李金斗 之后 结果自然是以李金斗 拒收郭德纲为图收场 并且还暗中劝解郭德纲 话里话外则都是 既然你拜了杨志刚为师 那就不要再想着拜其他的师父了 万分失望的郭德纲 只能失落离去 也正是这次的闭门羹 让郭德纲遇到了侯耀文 也算是阴差阳错的好事了吧 但是也有另一个版本 便是李金斗鸭 更不知道郭德纲想拜师一试 不过真真假假 倒也不重要了 在李金斗拒收郭德纲不久之后 以娶协为代表地 展开了一场反三俗会议 会议地点 正是在李金斗的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此次会议郭德纲也参加了 并且三人 还在会议上握手留念 但这张照片 并没有让郭德纲融入这个集体 随后的媒体抵制 郭德纲事件更是闹得轰轰烈烈 并且此时的李金斗 也不会想到 自己有一天 也成为媒体所抵制的对象 2005年 一则李金斗在洗浴中心 嫖娼的新闻 一下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一位老艺术家的堕落 让一些营销号 开始大做文章 一时间 李金斗被推上了 风口浪尖处 事情还要从2004年说起 李金斗在去长春演出完之后 受朋友邀请 去洗浴中心 洗脚放松一下 但是因为当晚 喝酒过多 李金斗只记得一位 服务员给自己 洗完脚之后 便昏昏睡去 却不曾想事情 过去几个月之后 李金斗被一个电话 搅乱了生活 电话那头称 有李金斗当时 在长春嫖娼的视频 要求李金斗 拿出80万销赃 不然就把视频公布出去 这一下把李金斗说傻了 他赶紧询问好友 发生了何事 在好友再三肯定之下 李金斗明白了 自己遇到了诈骗犯 他一边吻住骗子 一边打电话报警 但是没想到 不久之后 骗子把所谓的视频 公之于众 而当时 作为小有名气的 相声演员来说 李金斗一下 就成为了重视之地 不仅如此 就连当时 任职的单位都表明 事情如果是 真的一定严肃处理 尽管后来事情 查清楚犯人 也被警方缉拿归案 但是李金斗的名声 也算是被糟蹋完了 江坤当时打电话澄清 李金斗先生 当时是为了创作 所以去了洗浴场所 这话 一出差点又让李金斗 被大众嘲讽 不过好在李金斗 也总算是洗刷了冤屈 也借此机会 认清了世道的坚持 第四届匪夷相声大会 总于闹完了 这就是在个别人眼里的 所谓相声界正规郡大约病 正规郡算是正规郡 能不能感觉 这里有一大部分劳病 短的还是二战时期的 M198K总政室 甚至还有汉阳脏的 君子站得不正 对裂拍得不齐 正不剃得不板 打把喵的薄片 中国南州呢 也是正规矩 到了大喜 未必替了 外员的一个小俱乐部 哎 还是没对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接下来 德云相声大会 名罗开场 QBC 要求要全自图极部 在2005大区 福建号 洞捧40亿 全数量枪 如果那个能算得上 是大约病 那这个就得是 海龙孔大巨眼 昨天起临 德云相声大会现场 首先是为了 跟劳果见上一面 聊上几句 再一次近距离感受一下 这位同龄员 丰富的严省阅历 和独霸万卷点击 为他带来的 腹内乾坤 同时 也为了听听 德云社的相声 服务一下 我这连续三天 被沈镇闹的那场 相声大会 折磨的耳膜和信流 荡烟了 还可以顺便 用献慎说话的方式 打连那些 致力于供计 诋毁德云社的 港黑自媒体 让他们感悟一下 言达哪闲 醋达哪算 深达哪退 淡达哪疼 江坤就是 什么狗屁不是 是不是 咱们也是手机头条 孔敬东 不过他人啊 谁都骂 孔敬东 他谁都骂 他是不是骂江坤那句 老板欢迎就是好的 对对 老板欢迎就是好的 说江坤说你会什么 你灌口啊 你是戏曲啊 你会什么 咱人现在不能说江坤 按照他那走 说江坤就不是 江坤在那个年代 确实也给咱带来乐了 对 他说那像是都是带正式行 对对 所以就不能永久的 你不知道那马三立那逗你玩 你到谁当头 是不是 谁当大脑袋 这像是他都 都能听 都能听 老板有生活的事 找着趣 你江坤这像是 你就有声 你就不能说了 他有局限 有实在性 实在特征 对不对 你像那说这不是照相啊 胡候脱险 胡候脱险嘛 说为人民服务给您钱 斗司批修给您票 那文革的样 确实也乐 也乐 对不对 当时也是给咱带来欢乐 是好 你要承认你这个过时了 对 你过时完以后呢 你要说 说些逗唱 你就像基本功 再好一点 也能跟上行事 你跟不上行事以后呢 你就承认 他不承认 反正我在台上呢 我是取决主席 这么着不虚心 知道吗 拿着郭德纲三俗 那天我说了 那向上没三俗 那怎么听啊 咱们都背党课去了 听党课去了 听完你那会出去 就拦净哪去了 向上就是一个乐 对 是不是 逗乐就好了 知道吗 也不能太 什么 但是也不能太三俗 过来说了嘛 也没太责任 也有哑呀 没错 24时之后 看观众 这适合观众 观众是哪一类观众 我们使什么活 这必须要临时现决定 是文活 是武活 是柳活 是闹活 等都跟子母活 要包份多的 包份少的 咱们使 我们必须 这是一个灵活运用 像听着跟真事 像真事一样 你知道 我们近人物 你听过我 我是什么 传统话也好 新活 老活 十点钟开始 似曾相识的人 他听过什么 哦 这个近人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糟老头 紧坏得很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